密苏里州资源保护部将从11月开始在圣路易斯地区的湖泊中投放红尊鱼 你通常不会在龙东看到彩虹 当然除非它在你钓鱼线的尽头 在冬季的几个月里 得益于密苏里州元保保护部的冬季尊鱼计划 大圣路易斯地区是钓红尊鱼的好地方 密苏里州资源保护部 圣路易斯城市的冬季钓尊鱼季节于11月开始 这对于尊鱼追逐者来说是个好消息 他们现在只需要开车几分钟就可以追逐他们的激情 而不是开几个小时车到密苏里州的尊鱼公园 在寒冷的月份 密苏里州资源保护部每年在圣路易斯市河县的12个湖泊 富兰克林县的联合城府以及圣路易地号公路上的 奥古斯特布西纪念保护区的5个湖泊中投放近4万条红尊鱼 资源保护部将在11月至2月投放红尊鱼 资源保护部渔业管理生物学家丹尼斯奥托说 这些尊鱼是在资源保护部孵化场产卵和饲养的 资源保护部将继续在其城市冬季尊鱼湖 包括奥古斯特布西纪念保护区内的湖 中添加一些孵化长产卵后的大母尊鱼 其中一些重达石膀 放养冬季尊鱼的地区湖泊宝库 圣路易的卡龙德雷特公园湖 圣安的根德伦湖 福格森的沃巴士湖 森林公园的劫匪迅湖 詹宁斯的科内曼公园湖 圣路易的奥法伦公园湖 苏珊公园湖 圣路易县内的蒂尔斯公园湖 弗兰克林县联合市湖 科克伍德的沃克湖 欧姆兰德的外尔的耶克斯湖 波恩的弗拉西斯公园湖 奥古斯特布西纪念保护区湖3 7、21、22和23、28号湖已被7号湖取代 在11月1日至1月31日期间 有些湖泊规定只能捕捉及释放 有些湖可以带走吊道的尊与 2月1日之后 所有湖泊均可带走吊道的尊与 锤吊者可以在密苏里州资源保护部网站上 找到有关全州特定冬季 尊与湖泊的信息 或查看湖泊上发布的规定 所有16至64岁的尊与锤吊者 必须持有有效的密苏里州钓鱼许可证 才能参加 希望带走吊道的尊与的锤吊者 还必须拥有尊与许可证 无论年龄大小 资源保护部为锤吊者提供了 在圣路易斯地区红尊鱼投放信息 鱼类投放热线是圣路易斯地区 锤吊者非常受欢迎的信息 奥托说 我们完成一天的投放后 该热线会立即更新 该号码在圣路易斯地区的任何地方 都是免费的 录制的消息让锤吊者知道 鱼类放养的时间和地点 以及投放的总数和种类 鼓励锤吊者拨打热线636-300-9651 以获取最新投放信息 红尊鱼投放将于10亿 月的第一周开始 没有什么比在密苏里州的四个尊鱼公园 或许多欧扎克西流钓红尊鱼更好的了 奥托说 然而 这些离家很近的钓鱼机会 让下班后或周末比较忙碌的人 可以轻松地快速地来钓红尊鱼 随着燃料成本的上涨 这些离家近的钓鱼机会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谢谢你观看我的美国油管频道 祝你们年年有余 如果你喜欢 请订阅 分享 及发表评论 我将尽快在视频说明上 更新红 遵于投放地点及数量信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